建议娱乐与你解忧 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日本恐怖漫画 我死前的百物语 据说只要讲完了100个桂坛 就能遇见真正的鬼怪 这天悠玛坐在录像机面前 准备讲故事的时候 肚子却传来咕咕咕的声响 看来悠玛还没吃饭 肚子饿坏了 于是悠玛忍着饥饿 讲述了第23个恐怖故事 旋转木马 有一天父亲带着女儿小慧 到游乐场游玩 坐了几圈旋转木马后 小慧觉得还没玩够 还想多玩一次 而父亲则表示 现在很晚了 该回家吃饭了 结果小慧趁父亲不注意 一个人冲了进去 此时旋转木马还在运行中 这样跑进来是非常危险的 但小慧一点都不害怕 他踩着一只马腿 试图爬到马背上面 然而旋转木马的速度突然加快 小慧一个没站稳 从上面掉了下来 不幸的是 小慧跌落下来的时候 他的头先落地 最后小慧就这样被摔死了 小慧死后 父亲就彻底崩溃了 每天拿着小慧的照片 以泪洗面 不仅如此 父亲还沾上了酗酒的毛病 他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妻子劝了几次无果后 就离开了这个家 画面一转 五年过去了 父亲似乎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于是他来到了之前出世的那个游乐园 只不过游乐园已经荒废了 旋转木马 也逆着一个禁止入泪的警示牌 但是父亲还是决定进来看一看 因为之前父亲是没有这个勇气过来的 毕竟是自己一时疏忽 才导致小慧从木马上面坠落的 就在父亲伸出手去抚摸木马时 木马砰的一声就碎掉了 毕竟过去了好几年 这里的游乐设施全都老化了 这时头顶的小喇叭突然传来熟悉的音乐 父亲有些恍惚 这里不是停运的吗 那这音乐是怎么来的呢 紧接着旋转木马居然就动了起来 就和那一天小慧闯进来的场景一模一样 父亲打了一个酿枪 急忙扶住了中间的圆柱子 与此同时一个黑影从旁边窜了出来 仔细一瞧这个黑影和小慧非常相似 父亲忍不住喊了一声 小慧是你吗 下一秒小慧就跳到一只木马上面 没错就是小慧 他还是那么喜欢玩旋转木马 父亲很激动想要走到小慧面前 结果小慧一句大喊道 出去快出去 看见小慧恶狠狠的让自己出去 父亲心里非常难过 是啊 毕竟小慧的死是自己疏忽造成的 所以他会生气也在所难免 然而旋转木马越转越快 父亲就快被甩出去了 而小慧依旧不停的呐喊着 让父亲快出去 见小慧如此生气 父亲只能照做了 就在父亲冲出去的一瞬间 旋转木马轰的一声 居然就倒塌了 父亲吓傻了 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自己再晚一秒出来 应该就被埋在这废墟之下了 接着一个管理员大叔跑了出来 看到眼前这个情况 大叔非常惊恐 喂你是怎么跑进来的 你没有看到外面挂着警示牌 静止住泪吗 这一刻 父亲突然明白过来了 小慧并没有再生气 他让自己快出来 是想救自己 第二十三个恐怖故事 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优马在讲完这个故事后 外面传来母亲的声音 优马 你又在自言自语吗 优马见状 急忙回了一句 对不起 扎了你的手 是我的错 结果外面的母亲急忙喊道 别让你别过来 老公这孩子真的有问题 他的房间也有古怪 见母亲有些害怕自己了 优马感到一丝丝无赖和委屈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吧 优马能顺利讲完 一百个恐怖故事吗 请小伙伴们 继续关注小悠的视频 电影余乐 余力且悠 下次再见 请小伙伴们 请小伙伴们